yes Hello Hello 大家好 Welcome to Wing Formation 大家其實能看到我們今天的 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平常我們都不會做的化妝 因為我們今天的這個特殊嘉賓 是非常特殊的 他是一個非常有重量級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特意的 跟平常不一樣就是化了妝 因為非常開心 可以拿到這個節目 因為就是 一直都不邀請我 越往後越重要 所以楊楊是不重要 是不是 不是 楊楊是忙內馬 好 那首先 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Wing Formation的Lucas 對 我已經在VV 已經兩年多了 希望今天的節目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 Wing Wing 還有我的室友 Cas 對 還有很多這種 給我們提問的問題 要找高級 高級 高級的 找一個這個 這個怎麼樣 這個很有意思啊 Who first Who first 或是 Chicken 啊 這是一個 哲學的問題 你看啊 雞蛋啊 是肌膚的 雞呢 是雞蛋變的 所以我覺得是 先有雞 你呢 你呢 你覺得呢 其實我是覺得 先有雞 先吧 我們是從這個 細胞組成 變成 有生物 那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 先有雞 先有生物 之後 它才有這個 生出來的雞蛋呢 我覺得是先有雞蛋 因為看它得有了一個雞蛋 它才能變出來這個雞 我覺得這個雞蛋啊 你叫孫悟空嗎 孫悟空不是從石頭裡 放出來的嗎 但是 所以就是先有石頭才有這種雞蛋 也行 也行 第二個問題 讓我來找找啊 好 有沒有關於Lukas的 找到一個 這個挺好見的 真的可以 Hello Lucas What do you do to relieve stress from working all day 你不是睡覺嗎 還是吃拉麵 也是 工作之後呢 你要懂得去怎麼去放鬆 然後去怎麼去分享 你們的那種壓力 去分散 壓力 變成 快樂 所以最重要呢 還是這裡啦 還是 要用腦子啊 對 那我發現 大家都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們沒有為什麼 你看 你現在是不是笑得很開心 It's It's WingWing cut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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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寫的是It's Lucas cute 哎呀這還用說嗎 當然啦 Of course 你先來說一下 我男友可愛 就是我感覺好像最近好像 絮繫好像他變得 這樣 懂嗎 大家 大部分時間也是一個就是很熱情啊 很帥的人 但他偶爾最近會開始 不知道是不是學德俊還是怎麼樣的 這樣 懂嗎 大家 但是啊通常啊這樣的情況啊 都是自己不覺得 然後別人才是覺得 這樣才是真正的可愛 你知道嗎 所以你也知道你也很可愛嗎 哦 什麼時候我剛來VB的時候 那時候徐熙他老說 哎呦 WingWing我們怎麼這麼帥啊 我有三個版本 要不你先來 就是最早以前的版本 你快我出來 WingWing你怎麼那麼爽 沒有沒有沒有 你也很帥 為什麼這樣 然後最近拍攝的時候 WingWing 你怎麼那麼帥 因為我已經聽了很多遍了 對 哦 開心開心啊謝謝 謝謝謝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就是 就是 說對方可愛的時候啊 是代表你喜歡他 就是你喜歡這東西 喜愛這東西 所以你才會 說可愛 可愛對 你們也非常可愛 喜愛這東西 對不一樣的 對就是比如 就是他做了什麼 你也會覺得看看 就是他不管做什麼 你都會覺得哇好可愛 就算是 打了個噴梯 也摔了個腳 你這樣很可愛啊 比如Bella咬爛東西 哇好可愛 好可愛啊 你好可愛啊 好 第四個問題 看有沒有關於我們團隊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嗎 你拿這個吧 Dida Yang Yang or Mane Kun 哦 讓我選哪個更好是吧 哇 杨杨當隊長 我們隊不就是 Mane 對啊 來啊 Mane Kun 很適合啊 好內 超好的 就是生活上面 他懂的那些技能啊 都是非常多嘛 嗯 然後如果 他變得滿美的 哇 哇 Kun 你把那拿過來一下 Kun 沒有做個吃的 就是這樣子嗎 對 他還不是滿美 三管家了 他也非常去 樂於做人 樂於做人 熱於做人 真的是非常感謝他了 到現在為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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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問題挺好的 欸這個很有意思啊 請問大家有沒有看 蕭俊演的 《歡迎光臨高中生》 會不會覺得尷尬 或者好笑 你有看過嗎 我們看他表演 會很尷尬嗎 因為他我們很熟嘛 因為他裡面演的是一個 對 高冷的那種 但他本人又是用一種 這樣 對 但是我真的確實有看過一小 真的很適合做演員 對 而且他平常其實也會 很觀察的生活 先看一下 他這個 演得怎麼樣 一定很好笑 欸 庞妍 在裝飾 哎呀 還要幫助生物 還要跳了耶 好有賤的門啊 好有賤的 好有賤的 哇 不是因為我們太留情了吧 對 看上去有點 他站著一坐 我真的真的惹 哎呦 哇 這是他完全是綁方向性 對啊 平常爆畫跟弱蕾一樣 變成你一樣 突然畫這麼好的 什麼意思 為什麼他 為什麼他不上課 對啊 別人在上課 他為什麼在操場爆畫 掏課這是 你在搞什麼 搞藝術啊 保安時 在操場發 但是他這個畫面 就是非常 看他一起整個 你覺得 肯定是非常帥 對但是呢 他有一些場景啊 就是因為我們太過了解他了 所以就是 啊 你那麼麻啊 這種感覺 我覺得 對因為我們 一直在那室內每天都在一起嘛 就是 如果你們有壓力啊 像我前面說的 你就可以去看 雷神V 或者去看 荒雲光臨高中 包補你的壓力會 消失掉 今天的主題了 How is Lucas ask your roommate 他是怎麼樣 其實我倆是一直是 說 住一間房 在房間裡面啊 的性格其實是很搭的 因為之前我也有講過嘛 就徐希他是 最細心的一個人 哎 他會觀察我們每個成員的 這個變化和這個 心情 我覺得我有一個 缺點啊 缺點 缺點 我睡覺的時間太不定時了 我一睡然後 明明又不敢出 這太吵 因為他真的是 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跟弟弟哥哥的感覺 比如我沒有關窗戶啊 穿帘啊 然後他就會睡覺之前 就會幫我 關啊 有時候我先睡了之後 把所有燈啊 關掉啊 他還有一次幫我 整理床單 哎呀其實一開始 真的是我失誤了 一開始我們不是搬到這個地方嗎 那時候你不是在路跑南嗎 那時候是我在弄選房間 你應該是大一點的 對 哎呀我應該不是 我們這個房間太小了 咱們應該跟Kent合適 對 Hendry換 但是我一個人打不過他們兩個人 你要回來了 我們就還不能打不過 我要這裡 但可能Hendry的房間很大 但是他們其實也很空 比較的寒冷 我們房間很溫暖 已經做了兩年多的室友了吧 嗯 優點就是 很會 去想對方 我們倆就是有一個習慣就是 關門的時候特別響聲 真的 我聽得 聽到別人的房間 缺點 我們倆都有啊 說夢話是不是 沒有說夢話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會有沒有 其實說實話缺點真的是沒有 我們應該下一次也是我們兩個一起住吧 肯定 那如果不是我的話 你會選誰跟你一個房間嗎 都很好 但如果還是選的話 還是選你了 但其他人其實都有一些 需要去適應的地方 但是我發現我真的是不可以跟 跟同一個房間 就是因為 他那個鬧鐘了 一直想 一直想 然後他一直不行 每次都是Hendry的 哇 洗床 然後他在洗 哦 坤哥那個房間其實大家其實也經常聽 他們三個人互相抱怨 但他們三個真的是非常特別 我們兩個在自己房間 然後聽到 超級說 哇 我很酷呢 然後 然後 以前幾天是不是 然後坤哥就說 欸 這是他買了一個音響 音響 然後可以自動就是 播放音樂那種的 他說 欸 Siri 請播放什麼什麼歌 然後上面說 欸 好累啊 不能別吵啦 然後坤哥就一直跳舞 就是很熱鬧 然後羊羊就是 就是 这是做一个游戏嘛 对 这是我们要进入 Mate的默契游戏 好 那我要现在就是来考验一下 我的室友啊 到底知不知道 我每天在房间里面干什么 这就是很简单的 对 肯定给你答对 那首先先简单一点的 我在家里最喜欢穿什么 很简单 浴袍啊不是吗 对啊 对啊 因为他最近每天他都穿 他只要在家里啊 他都会穿 要么就是不穿 不是不穿 就是 对 我真的是不穿 对 就是不穿 你这样这么说那就不穿 要么就是穿他的那个浴袍 没有习惯穿那个上衣 对 确实会不舒服 因为我真的是 不喜欢那种衣服的感觉 对 因为你转身会什么 动的时候 会摩擦 对 它会好像拉住你的感觉 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 但是因为最近啊 就是冬天的原因啊 因为冷 冷家里也不穿 那我也不可以不穿嘛 那所以我就穿那个 浴袍 浴袍 浴袍很方便 对 躺到被子里了 再把浴袍脱掉 对 就是洗完澡 直接套一个 然后你就什么的 然后睡之前就脱掉 就挺好的 对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哦 OK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为什么最近啊 就是到深夜都不睡 你最近 你不老这样啊吗 也差不多 我最近 你最近啊 其实我一般睡的都比你晚嘛 其实 你最近不都看那个吗 看韩剧 对 我在看韩剧 昨晚你在看 对 看一些 阿卓戏 就是 大家的 阿卓戏 最近在看那种 呃 Action 片啊 对 就是 但是 你昨晚也看了 对 我昨天看到六点多 对啊 你昨天看到六点多 对啊 我就是 着迷了 就是看 快看到大结局的时候啊 我就停不了 我以为你睡了 那因为我 我戴了耳机 然后我盖杯子嘛 啊 所以你也看不到我在干嘛 啊 对对 其实啊 还有啊 就是啊 我有个信号 就是我们床头都有一个小灯 我们关了大灯之后呢 我们两个小灯都会开掉 自己玩手机啊 玩一会儿啊 什么的 看视频 然后 突然某一瞬间 某一个人 对方一关的话 就是代表 这个人 他要睡了 他要睡觉了 只有我们 室友的 小秘密吧 好 我的问题是 我最近晚上都在玩什么 手机游戏 就是 他有一天 在 在我们群里面发了一个什么 叫弄西瓜 哈哈哈哈 掉那个水果下来 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把它们拼起来 对 变成一个大西瓜 然后最近我们的 威逼成员还有我们的 经纪人 都在玩这游戏 对啊 我昨天有一个超高分的 你多少分 有没有吓到我 我真的是一千 有 一千三百一十七 我不是吹牛啊 昨天拼了一个大西瓜 嗯 然后我再拼了一个 那你们现在都操了我 我一开始玩嘛 我第一把嘛 我就打了 我就拼一个西瓜 然后八百多分 然后我以为 我也是八百多分 对我以为拼了那个西瓜 哦我以为就结 就结束了 结果他一直 他就可以一直玩 结果现在所有人都操了我 像坤哥和德俊 他们也都一千来分 你也一千来分 我也一千来分 可能我推荐的就是我打对了 没有啊 你很多游戏你都玩得很好 嗯 谢谢你来为我 下个问题 你来吧 我读完了 你们读两个 对啊 我第二个问题是 我一般穿什么睡觉 这个其实很简单 这个 我一直不变 这模样也是跟我有点像 他也只是串条的固子 不知道大家这样听吗 知道会不会嘴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大家会 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是穿那种睡衣睡觉 哦有啊会有 可能会有 就是 他们穿习惯了 他们就会穿睡衣睡裤 TAM不就穿睡衣睡裤吗 没有他也没穿 他也是一个T恤加一个短裤吧 对我们都没有人穿睡衣 就没有专门买那种叫睡衣睡裤的产品 感觉睡 就是你有睡衣的话 感觉你睡觉就很高级 呵呵呵 直接 该有被子的 对哦 我们都是这个大自然的 对对 主要 其实真的睡觉之后啊 不应该穿任何 方向 你要去解放你自己 就是把整个人都放松掉 嗯 行啊 超多了 不然播不了 对 今天这个期节目也就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 那我们还是按照惯例问一下今天这位重量级嘉宾的感想 铃 好 呃今天呢非常高兴啊大家邀请我来这个节目 然后我也希望下期也可以就是WINFORMATION可以一直做下去 哈哈哈 然后最近啊 LUFORMATION LUFORMATION 其实是我们下一次希望可以再来这儿啊 哈哈哈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期 对啊 哈哈哈 对于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评论下方对于我们留言 然后呢 今天就新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